1997年曼彻斯特式拼赛是欧洲人最后的狂欢 这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两个欧洲人会试试拼赛单打决赛 那边是上届天津式拼赛冠军孔烈辉被白俄罗斯选手夏姆索诺夫钦取 这边则是纸板双板选手颜森坦遭瑞典老将瓦尔德内尔调打 我用调打这个词真一点都不过分 看过那场球的朋友对此战的体面说法是 堂堂大中国乒乓球队的主力选手颜森 被瓦尔德内尔打成了业余 不过这个结果却是所有人都不感到意外的 因为颜森虽然是中国纸板双板的第一位世界级高手 颜森比马林大 97年试听赛的时候还战胜了金髓珠挺进了四强 获得了一块铜牌 而马林却早就被萨姆索诺夫干掉了 但技术上特场也突出漏洞也明显 发街巴 抢攻很棒 反手和中远台问题太大了 比后来的马林大得多 而反观朗晚 发街巴 抢攻绝对比颜森只会强不会弱 反手和中远台虽然也差一些 但毕竟是个横板 又是个欧洲人 所以的差也差不过颜森 两人这么一比较 颜森几乎在所有技术环节无任何优势 再加上老瓦身紧百战 是世界第一位大满贯选手 而颜森当年还属于名不见经传人物 心理上也不占优 差距确实太大了 这也难为颜森了 因为以老瓦那次是偏差的表现 此前以五个三比名替了所有对手光头 全世界恐怕也只有刘国梁 因为球力相克的原因 存在于他的可能 孔令辉团体赛已经输老瓦 让颜森来挑这大梁 难了 不过明知难敌 亮剑的精神还是要有的 平心而论 颜森第一局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 因为他年轻吧 所以发动很快 要是十一分制的话就应该拿下了 但老瓦不会是赛场老狐狸 很快便找到了应对办法 迅速扭转了局面 第一局颜森没听下 后面就再无机会了 首先他是各种吃发球 很多情况就是老瓦发球 一过去裁判就直接报分数 喂嘛 因为颜森根本没有给老瓦打第二板的机会啊 这情况发展到后面 竟然出现了老瓦发完球 身体都基本不动了 反正你会吃 我也不浪费动作了 其实老瓦吃颜森的发球也不少 第一局就有 第二局颜森最后几轮发球 用直拍反手都正发 老瓦也吃了一堆 但问题是 颜森的吃发球是基本上要丢分 而老瓦吃发球后还能防回很多反 这也是两人水平差距的一个反应 相持起来之后 颜森确实正手也拉不过 反手也拉不过 甚至其中出现了这么个神球 颜森抢攻老瓦 老瓦会半步防守 颜森目足了进 粉层拉冲了一板 结果老瓦竟然直接带进台 用反手直接弹击到 颜森左手的正手大脚 由此可见颜森的球力量和其之大了 更惊艳的是 当颜森跑到正手把球都过去 而没上台时 老瓦直接伸出右脚一踢 将来球披露自己手中 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了桌前 我觉得 这是我见过的比赛中最帅的一个动作 没有之一 我觉得 这是第三局5比9时候的一个球 大家可以回看一下 此时无论是在场上打球的颜森 还是坐在场下做指导的李小冬教练 表情都非常痛苦 因为确实输得太难看了 整场球简直就像是煎熬 最后一球 老瓦先弹击 然后正手冲 干净利索地解决了战斗 昂首不如决赛 而可怜的颜森 不过这次比赛他能进次强已经很幸运了 以他的实力 前八都有点困难 而事实上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里 单打成绩 最好的一次世界大赛了 不过没关系 单单打不行 还有别的活干 不久后 颜森将在另一块战场上书写出属于自己的辉煌 原腰皮 清潭24年171 惨张老瓦交打的颜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